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因為上次中俄那個海上聯合2022 就在日本海這個區域 所以每次只是做個回應 賴老師剛剛講的對 因為這是針對週三到台州這一段 因為日本的這個新的安保10年升級 那主要的部署都在西南沿海 所以就在浙江這一帶 所以這個針對性是非常明顯的 那這個的戰略的升級 我覺得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日本完全配合美國的安全戰略 我覺得中國大陸是在棄這一點 我覺得同樣你也可以看到同一個事情 是因為王毅建的那個黃英賢 是 那中國大陸也一樣嘛 沒有讓他的這個 那個貿易部長見到中國的商務部長 對不對 我覺得也是同樣一種邏輯 就是說 你日本跟澳洲 你們可以有自己的安全戰略 可是你們有必要當美國的棋子嗎 我覺得 中國大陸現在目前提出來的問題 都是同一個問題 台灣也是 接下來就輪到台灣了 我跟你講 那日本這個配合美國的 比澳大利亞還要明顯 對 因為澳大利亞那個時候是Morrison AUKUS 可是還沒有到執行階段 然後後來就發現核動力潛艇 在製造上 實際上有問題 那澳大利亞也正在反省當中 因為如果按照正常的情況 你澳大利亞 你就顧好你跟印尼的關係嘛 還有南太平洋就夠了嘛 那你要買的應該是驅逐艦吧 你怎麼會扯到核動力潛艇呢 核動力潛艇就是你要進入第一島鏈嘛 不然你買這個幹什麼 所以我覺得 大陸也是覺得說你澳大利亞先想清楚吧 你是要當美國的棋子 還是要弄自己的安全政策 那日本也是一樣 就你有必要配合日本 美國到這個程度嗎 比如說 他要做一千枚的遠程的飛彈 那他又說 我這個怕短期枚貨稅 先給美國買五百枚戰斧 那你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明顯就是配合美國嘛 對 所以我是覺得 恐怕都是卡在這裡了 那這裡就很麻煩了 就是說中國大陸如果開始用 戰略上 日本 澳大利亞 還有台灣 是不是那麼越來越像 要扮演美國的棋子 來做因應 那我覺得 中國大陸跟這三方的互動 會越來越困難 而且會越來越強硬 我覺得目前的趨勢就是這樣 這應該沒有被禁止了 是 大陸的手機一樣跟美國買高通的晶片 因為你不是華為嘛 手機的晶片沒有被禁止 是被禁止5G的晶片 對還有人工智能的晶片 那美國制裁華為是因為要割掉它的錢袋子 因為它高接手機有很大的營收跟利潤 所以是因為這樣扯到手機的 其他的品牌像 大陸一大堆品牌便沒有被制裁 照樣在用美國的晶片 所以這個部分沒有問題 不過說實在的 剛剛我們在講 現在目前還是中美兩國大國在博弈 可是亮哥我們看到大陸外長王毅 應約同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了 王毅卻直指美國不能一邊要對話 一邊還搞惡制 一邊談合作一邊捅刀子 這不是合理競爭 而是無理的打壓 不是管控分歧根本是激化矛盾 這是搞單邊霸凌的老套路 不該以切香腸的方式 不斷地在挑戰中方的紅線 那這樣子的話 布林肯現在還想要訪華嗎 我覺得王毅可能是在提醒他說 如果他訪華之前 美國的行為還是如此的話 你大概不要期待有任何結果 你就是白來一趟 不然他沒有必要 突然跟他通這個電話 比如說日本通過安保三文書 事實上裡面有太多美國的影子 太多了 那你現在 那個台灣突然要派官員到台灣 那還加緊協商 明年九月就要派 所以你搞這個台灣學人計畫等等 所以我是覺得 他就是在警告布林肯說 事實上我們不一定要跟你 會達成什麼 和這個 就本來大家期待G20之後 布林肯要去大陸 都是要收割什麼對不對 可是 你剛到科技戰並沒有緩和 那他甚至還在 加大力度游說荷蘭那個DUV不能賣 這都已經傳出來了嘛 那台灣就是我們講的 學人計畫就曝光了 那還要軍事融資啊 不是嗎 那 那當然我剛講那個也是啦 就是日本的部分 所以所有的方向都在惡化 大概只有一個例外 就是中國大陸赴美上市那些 證監會通過了讓你來查吧 可是我 我不認為這個是 美國的讓步啦 這個美國也要顧慮到他整個金融穩定 可是總的講我不認為 拜登跟習近平見完面之後 有讓中美的關係朝緩和的方向在走 我看不到 我啦 他不一定會影響到歐洲了 不談地區了 出口有問題 你說出口 出口有問題 對啦 就是牽涉到LNG 可能是從東部出口 對啊 就是說這個船根本也開不出去 如果連華盛頓這麼熱的地方 都會變成這樣 那就太恐怖了 很恐怖 因為我 我記得紐約曾經零下50度 紐約 那那個時候真的是整個 我跟你講你手機只要零下30度 你出去不到一分鐘就 就當機了 就當機了 對 你連手機都會這樣 是 那我記得那個時候 真的沒有人敢出來 沒有人敢出來 那這裡面當然就見到 如果他那個老舊管線 導致他的暖氣打不開 就會死人 對 對 就會有人凍死 對 然後如果延續好幾天 他家裡忘了被糧食 那還會有人餓死 那美國這個現象 因為他高度的貧富不均嘛 那有很多 真的很不幸都是在我們東北部 因為這是新英國 因為新英國那一代 那個社會福利辦得比較好 所以有大量的非洲裔 就住滿了各大城市 比如說廢城 一大堆的 紐約也是 那有很多經濟狀況是很差的 所以如果是大爆雪造成你沒有辦法出門 然後暖氣 糧食出了問題 我看會非常嚴重 對啊 這個尤其是餓死 而且這個零度 零度以下的範圍大到這個程度 真的 就是很大 這個非常罕見 你看這個面積就是會牽動 所以白宮已經聯絡了26個州的州長 然後來特別關切 現在目前遭遇到這個 這個問題就是它那個做事群眾的居住範圍太大了 這個世界性的 至少歐洲今年的冷海也還沒到 有人說要到零下20度 因為我看上個禮拜基辅就已經零下4度 那在上個禮拜是零下8度 那很零下20度來致命性就出現了 因為你剛剛講的還是 日本韓國還算是比較 這個發展程度比較平均的國家 對 那你如果是美國那種貧富懸殊極嚴重的 是啊 你只要看過紐約某些地方你就知道了 一定出大事 那到時候 真的難以想像那個狀況 是啊 如果我不知道它會拖幾天 如果說拖超過三天一定會出事 是 我跟你說這個時候 就算很多我們以前在紐約的時候 很多homeless他們是躲到紐約的那個地下鐵 那邊地鐵站去取暖對不對 這種天氣也沒辦法 也沒辦法 因為那個風會一直灌進來 也沒辦法 所以你就算說要那邊 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如果下大雪 那你不敢出門嘛 結果你家被封了 對 因為門推不出去 推不出去 對 因為積雪太厚 對 現在打疫苗不是重點吧 對 我們台灣打疫苗也打一堆 還不是這樣 打一堆四肢 大部分人還是重 是 就是Omicron你是沒有辦法清零的 不然台灣怎麼會確診有六成 對不對 雖然我是沒有了 你打幾針 我打三針 三針 不過我的意思是說 基本上 就是提高個人免疫力才是最重要的 對 當然你是過來人 過來了你可以說 事實上沒有那麼辛苦 我覺得大陸真的重點要放在70歲以上 結果70歲以上確實死亡率高 可是坦白說 如果是50歲以下真的不用緊張 那當然每個人的燃獸程度不一樣 我也碰過 以前你們都認識的那個平秀里 對 他總共病了五天 各種症狀他都經歷 他都有 他都經歷 躺在床上兩天 眾人極少 極少 我跟各位講極少 反正96沒有症狀 96確診 96沒有症狀 那大概1%中症 那3%是重症 那就是說你重症 病床要準備好 事實上比較優心的是 有一些人燒到 比如說38.5度 他心裡一定很急 所以他會去醫院 那很多醫院可能就不收治 因為他可能就是要留病床給39度以上 我相信每個地方都會定標準 那一定會有民怨 這所有國家都一樣 因為重症病床是有限的 所以他必須定標準 就是說到什麼標準我才能收治 對 那可是很多人用火龍痛的藥命 對 那可是你事實上沒有發燥那麼嚴重 所以一定會有民怨 這實在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那我覺得大陸不是缺藥 大陸缺的是配置 配置 對 所以有些地方是不是藥的補給 那有多有少 那這個才是他的問題 因為中國大陸的學品藥 全世界製造量低 所以他的藥是夠的 那重點是你能不能送到 所有的三四集市 需要的人的手上 還有農村 那尤其是初期了 第一個月你一定會恐慌 對 所以大家會拼命買藥 所以政府可能要去抓囤積的 因為有人想在裡面得到暴力 所以政府要大力去取締囤積的 可是個別民眾可能要限量 比如說你最多可以買幾包 這種可能也是必要 我也在用小紅書 是 我跟你講小紅書跟抖音 有關政治的不到千分之一 是 而且大部分人也不是在看政治 而且很多什麼生活小秘方 小貼負責資訊 女生就在看美妝 美妝 對啊 沒有錯 好聽的歌 坦白講就是真的是 不懂的人就在那邊胡說八道 你說抖音有政治的 那他不能轉貼到YT嗎 YT也有shorts 也有短視頻 IG也有reels 所以短片都是貼來貼去的 對不對 以後我們賴神開始做短片 還不是這樣到處都貼 對不對 所以這些人就是不懂 然後在那邊胡說八道 那你說有員工 亂用使用者資料 坦白說那這個公司 就是要懲罰 對 要懲罰 就嚴厲處罰 你以為FB沒有發生過這種事嗎 對 一樣有 所以這個是公司 內部治理的問題 對啊 這不是扯到這個平台本身的問題 好像就會扯到國家安全了 你如果要扯 那YT最嚴重 YT上面有央視的 有央視的那個視頻 視頻 他有 可是YT也不管 然後就只是標註說這是中國政府支持 對 連美國人都不在乎這個 你怕成這個樣 對不對 而且說實在 政治性內容稍微 比抖音更多的是微信 微信 你怎麼不去進微信 因為你知道 只要往返大陸的人 不使用微信幾乎無法生活 那台灣微信的使用者超過700萬人 抖音才500萬 所以我說這些人 不 因為我教這個 我對這個情況非常了解 所以這些人就是白癡 不懂在那邊亂扯一通 真正跟政治 日常生活 直接有關的就是微信 對不對 中國大陸的官方平台幾乎都有微信網站 對不對 抖音 誰會去那邊搞政治 極少數人 百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 來上網代購